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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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汁山溫泉就好像感覺是一條溫泉街一樣 這邊有很多的溫泉都可以選擇 甚至於這邊聽說還有一種溫泉券 就是你買的這個溫泉券好像可以 很多溫泉都可以泡 就可以自己來選一間你很喜歡的溫泉 我覺得泡溫泉還蠻適合 可能一個女生單獨來旅遊啊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來旅遊 或者是情侶來旅遊 我覺得也蠻適合 好我們其實呢第一天搭火車來到這邊湯汁山溫泉站 其實在這邊你就馬上可以搭接駁車 然後接駁車就帶你到這個 算是溫泉街 它裡面有很多溫泉 譬如說我們第一天住的就是 露汁湯飯店 然後呢還有泡湯的地方叫壽亭 其實你可以到這裡之後 其實交通蠻方便的 坐公車進來之後 然後就可以選一家你喜歡的溫泉飯店住 然後隔天早上你看 這裡就可以直接到這邊 可以去搭纜車 欣賞美景喔 其實我覺得來這裡泡湯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 在節目當中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因為聽說這裡很古老很古老的影片傳說 就是有一條受傷的路 然後來到這個湯汁山溫泉 泡了這個溫泉之後呢 就竟然不要而遇就痊癒了 我想這是一種傳說 不過我在壽亭泡的湯 我欣賞這個美景 我大概可以理解路的感覺 而不是說那個湯有多厲害 原因是我覺得在這裡泡湯 你享受那一種氛圍 我覺得一年四季來這裡泡湯 應該都不一樣的感覺 最大的賣點是 你其他的湯你沒有辦法看到 這個紅色的藍色很可愛在裡面 你那樣開過去 但在這裡泡湯汁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很需要被療癒的 可以來這邊泡 所以就把自己想像是那個路吧 來這裡泡湯汁 所以我就看了 你現在就會讓人來一下 你也讓人去畫面 你試一下 你這個能力